12月12日上午10点,来自中级冷云的冷云物流车从华大生物科技武汉公司缓缓驶出 车上装载户被省捐赠蒙古国的3万人份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盒和配套物料 据介绍,这批防疫物资将首先运往北京 在当地进行车辆补给后出发去往内蒙古阿联浩特 预计将在12月14日凌晨抵达阿联浩特 在当地办完检疫通关手续后立即送往蒙古国 我们这一辆运输车已经足够装下我们所需要的物资 那么我们也配置了两个司机是为了一个是能够快速 同时能够安全的情况下能够把物料抵达阿联浩特 能够把这些抗疫物资在第一时间交付给我们的蒙方 然后用于他们的一个防疫 核酸检测试剂盒对温度要求较高 全程采用冷链运输 此次运送试剂的车辆 车厢内温度维持在2至8度 在运输途中车厢封闭 司机可通过驾驶室内的监控设备 以及手机APP实时查看车厢温度 为了维持保温效果 华大生物存放试剂的箱子采用真空隔热板 能最大限度减少热传递 还在箱内添加了恒温冰牌 现在我们也考虑到蒙古国的气温比较低 到了零下20多度 所以我们在这次运输当中 会对常温的一个物料 进行一个保温箱来装箱的保温措施 另外我们的核酸检测实际是负20度运输 我们会采用干冰来这样一个装箱 同时我们也是采用冷藏车2到8度 来做一个全程冷链运输 确保外界环境温度很低的时候 车厢内始终是保证在2到8这样一个温虚 据悉捐赠给蒙古国的3万人份 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盒和配套物料 在发货前已经进行全性能质量抽减 在疫情面前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独散其身 那只有我们举其全球的力量 去跟这个病毒斗争 所以只有这样子我们才会取得最终的一个胜利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提供的这批物资能够给全球 能够给蒙古一个科技抗疫的一个利器 据悉 湖北捐赠给蒙古国的茶叶等生活物资 也在积极筹备当中将于近期陆续发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